各位网友,又到《許知遺老生常談》 繼續講《談話李敖》 這個呢,也都是... 近日我看到很多張李先生生前很多東西 就講出來 尤其是自從李敖這個人 他的兒子回來之後 就不再回去大陸了 引起很多一個新的看法 因為他本身對於他爸爸 過去在生前做的事的言行 他有些修正 所以變成在台北比較空洞 有他的親子也都是獨子 有些來講,有些他改變的 這個就引起了 所以我呢,也都是... 這樣的話呢,就... 書法個人呢,對李敖師 有些... 或者... 未夾的地方呢,我來... 所知道的呢,補足一探 不一定是準的 我就是... 以我個人呢... 適見和梁智來講的而已 沒有其他意 我跟他根本呢,我們呢 就是... 兩個不同的世界 他一直在... 在台灣... 後來又... 又破冰之旅啊 或者文化之旅啊 的... 的... 的容易呢,回到大陸 在很多呢,學府那裡 來傳述他的... 的理念啦 那...都是一件好事來的,是吧? 好過呢... 我們在台灣呢 總是... 他在晚年呢 一個很愉快的時候呢 我們都... 都... 恩然呢,見到他這樣的 是吧? 那... 嗯... 他在這個... 傳統的獨白那裡 他... 就... 一般來講呢 因為他那時候還不是很成熟 到他呢 寫這個... 傳統下的再白呢 那麼我們呢 就見到他呢 開始呢 就寫很多詩了 那麼他這些呢 你說他是舊詩嗎? 他是舊詩的形式 但是他就... 有很多是他自己的生命的思想啦 那麼這個生命的思想呢 究竟對這個舊詩 是適不適合呢? 也都是一個... 人人原始的問題啦 不一定是... 是誰對的 每個人都有他的看法 但是... 一般來講呢 如果你... 是講舊詩呢 就講... 講革律啦 講運輔啦 講... 講... 這個... 銅品啦 之類的東西啦 是一定要啦 是吧? 那... 那... 他就說 在這個... 傳統下的再白呢 他認為呢 有一次呢 他寫信給胡適之 因為胡適之當時呢 提倡白話文的新詩嘛 他是這個呢 把舊詩 能夠在新文化運動呢 能夠踏入一個新的境界 一個新詩的出現呢 是中國呢 是這個... 白話文呢 的推廣呢 是很有功效的 所以因此呢 他很... 致力於新詩的台詳啦 所以他本身都有... 叫做《嘗試集》 是不是? 大家都... 如果是對胡適之 這個《台上新文化運動》呢 是應該有這個... 讀過他的《嘗試集》 那我當然有讀過他的《嘗試集》啦 我覺得他呢 不管是... 因為他國學基礎也好 所以他舊詩 新詩都寫得出色當堂的 那麼他呢 就鼓勵李敖呢 寫...寫詩啦 那麼李敖呢 又很坦率對他說 他說我... 對這個... 嗯... 舊詩詞呢 是... 一向呢 就沒有什麼注意到 不過我是寫出來的 可能就是打游詩而已 這樣 就是... 表示呢 他不是善意這場的啦 所以說打游詩 是吧 就是叫做張打游 就是呢 我這些呢 是不入樓的 是張打游而已 這樣的意思 那... 可能呢 這個老人家 胡適 鼓勵他啦 是吧 他說 照我所知道呢 很多人都認為喔 如果能夠寫打游詩的人呢 他慢慢現在 經歷過一種練力呢 他就很容易呢 上到 做一個詩人的地位了喔 那當然 當然 是這些老先生 對年輕人的 勉勵啦 鼓勵啦 是吧 當然 李娥是一個聰明的人 那... 這個... 胡適之一向都當他是 非常之聰明啦 是吧 他能夠寫這麼多東西 又能夠寫出 這個... 這麼好的白畫文 那他真的... 如果他對詩的年齡呢 繼續寫下去呢 可能寫得好喔 但是李敖呢 我相信他寫詩呢 的的確確呢 他是... 可能舊時呢 沒有涉甲到啦 你一時叫他寫呢 他真的寫不出 但是以後呢 那幾十年來呢 我除了... 在這個... 我有他這麼多書呢 我除了... 在他這個... 傳統下的再白之外呢 我沒見過有任何的... 什麼... 或者... 我或者... 對... 李先生那個... 著作未能全體啦 但是已經看了很多 都... 沒有這個... 這本書寫得這麼多的 那... 我呢 就是... 啊... 在這裡呢 來到... 啊... 對他的詩 那個境界呢 我稍微提一提啦 是吧 就是... 因為呢 他即使這個... 傳統下的再白呢 他也都是... 寫女性的多 寫女性的多呢 也都... 坦白來講啦 他那時候呢 也都碰到 跟這個... 胡秋賢啊 啊... 這個... 徐福官啊 那些發生的... 對捕宮廷嘛 所以因此也都很多呢 他沒有那麼多時候呢 來到寫... 寫... 寫詩也都不是說寫很多 但是呢 已經是呢 是他畢生寫的詩呢 是這一集最多的了 我所... 所... 如果我... 這個不是說傳讀 他... 我也都不敢說 肯定 是一定是其他呢 沒有什麼事寫 但是有呢 都不是很多的了 OK 那我現在呢 引述他兩張呢 是... 兩首 這個... 對於這個... 用舊詩的體財 來寫這個... 他的... 怎麼寫法 那我就看一下他 他呢 有兩... 有兩首詩呢 我就可以寫出來 給大家看 叫... 老子... 兒歌 就是寫給老子 的兒歌 那... 我... 本來寫在黑板上呢 但是如果大家 是想看呢 我就可以呢 呃... 給大家看 就是... 我亦都希望呢 呃... 好啦 啊... 麻煩 我... 可以呢 這... 這首... 這兩首詩呢 可以給他們看 好不好 啊 啊... 啊... 我叫... 啊... 我叫... 助理呢 來給大家 給... 給...給...給... 給...給時間 他說不行 不行不行 我只能夠讀啦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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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呢 就是這個...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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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敖 寫老子 的... 書歌 那... 他怎麼寫呢 我先讀 他是七言絕句 是兩首 那... 他寫就寫說 老子兒歌 其實呢 兩樣東西呢 就是講老子的 但是他呢 第一首呢 就牽涉到孔子和孟子 可能他就是 當是聖賢 大家同歸聖賢啦 那我讀給大家聽 孔姓 半夜 偷男子 孟子 三更 眉皇后 青史 聖賢 多艾善 如此江山 如此江河 萬古流 那... 我先解釋 第一首先 孔姓就是孔子啦 半夜偷男子 男子就是 是... 春秋時代呢 是孔夫子 當時 同時代的美人 啊 當時呢 男子是個美人 來的嘛 很多人呢 孔子也都會見過男子 所以孔子見過男子 那學生呢 就說 孔子啊 你平... 啊... 孔夫子啊 你平時都... 啊... 對於... 美色呢 你... 不會說... 啊... 去看的喔 你居然呢 人家說 男子 那麼美呢 你就走去看啊 他 那... 孔子呢 他說 我和你們看不一樣的 我是一個純粹呢 一個... 一個... 一個用美的眼光來看的 那我不知道 孔子的真心是怎樣啦 他當時呢 就是這樣嘛 那... 如果你... 喏... 這個... 李敖呢 他說 孔姓半夜 偷男子 這個就... 他不是偷男子喔 他見男子而已喔 那... 他就不失為呢 這個... 李敖呢 這種作風啦 他就是所謂 他就是... 愚不驚人 死不憂啊 要偷男子 那偷字呢 當然就是... 是... 有動作啦 是不是 不僅止... 是欣賞美啦 不是見男子啦 孔子三更美皇后 那孔子呢 是見過梁慧皇啦 在戰國的時候 美皇后 他三更... 三更就是半夜啦 才去見 那就是... 兩個人呢 都有呢 不足為外人道的 的... 詩... 匿 啊 就是有個... 有個... 有個... 不是很... 正規 很光明正大的想法啦 他三更美皇后喔 他... 就是等於偷男子 他是美皇后 孔子浩然之氣嘛 他就... 孔子見梁慧皇 王要稍... 不遠千里 而來亦有 利依吾國府 孔子對右 王何必然理啊 為仁義而異議 為仁義也都可以的 是嗎 那... 他三更半夜呢 他還未皇頭 他真的會... 哎呀 梁慧皇 是啊 我們呢 是... 是講 除了這個仁義呢 我們還可以... 有利於你國家 那美皇 我... 講些不等小的東西啦 那清史... 聖言啊 多善艾... 艾善 《如今江河萬古流》 《如此江河萬古流》 這句話 你知道是誰說的 《以曹驅以名巨滅》 《以曹驅以名巨滅》 《不廢江河萬古流》 這個道夫 就是你們寫的文章 寫得好不好的話呢 好的 是可以... 《不廢江河萬古流》 那些成名的 如果不好的呢 《以曹驅以名巨滅》 你同的名字都沒有了 是嗎 所以這個呢 他在那裡拿出來而已 《如之江河萬古流》 就是... 對這種文化呢 這個傳承呢 是如此刻薄啦 OK 第二首 《當年老子騎牛去》 《今日老子肉吞牛》 就是說呢 當時的老子是姓妍 是騎牛出鹹谷去 而今的老子呢 認為那些自己做的 是老子的話呢 想要肉吞牛 想連牛都吞了 這個 《使者紛紛編屍調》 《尼美不安》 《鬼見仇》 後來那兩句呢 也都是李敖那種傳統的 潑勒啦 我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